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记得吗各位 物理备份是直接从文件系统层面上来拷贝MySQL的数据库文件 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数据库表数据最终都是落地在文件系统上面 以文件的形式存储的是吧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去备份文件 但是必须要考虑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数据的一致性 这是最先考虑的吧 然后如果都没有数据的一致性的话 就不要去谈什么服务的可用性的问题 好吧 那我们有一种最笨的方法就是把数据库整个停掉 然后这样的话呢数据是不会再有任何的变化是吧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做做这种复制Copy 没问题吧 那么这种物理备份呢 它比较适合备份数据量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数据库 比方说达到几个G或者更高的一个容量 因为借助于文件系统来拷贝的话 速度还是很快的 是不是 那么另外一个是逻辑备份 那逻辑备份呢 各位 逻辑备份我们会用到今天讲到的MySQL DOM 逻辑备份它主要是备份的是MySQL的剑表剑库的SQL语句 还有这种插入 反正除了那个叫什么DQL以外的SQL语句 DDL DML和什么ECL这些SQL语句都会备份下来 然后这个逻辑备份呢 它本身在备份的过程当中 我们用到的像MySQL DOM这样的工具 它本身就能够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是吧 甚至是服务的可用性 但是呢 逻辑备份的速度会相对来说比较慢 是吧 当然这个慢呢 也是看情况 如果说本身你的 你的这个数据库的这个整个大小 也就是几百兆 那真的没有必要 一定要采用什么 物理备份的方案 是不是 在物理备份的时候 我们讲到 如果说直接把数据库停掉这种方法 然后来打包 来备份 这个是可行的 但是与此同时呢 没有服务的什么 可用性 那为了保障服务的可用性 我们采用的方案呢 给大家留两个建议 一呢 逻辑券快照 当然本身我们知道 MySQL和逻辑券快照 之间是没有 它俩之间是没有联系的 是不是 那么怎样把它联系起来 就是把MySQL的数据保存在 逻辑券上面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介入于什么 可以介入于 逻辑券的快照机制 在瞬间将数据定格下来 是不是 我们整个做法呢 是先锁表 先施加一个全局锁 然后再什么 再做快照 最后释放锁 是吧 但是一定要注意 这个这几个行为 必须在同一个绘画当中完成 否则的话 你那个锁 就会随着绘画的断开 而自动释放 是不是 那么至于最后 怎么去挂载逻辑券 那大家都应该很清楚 挂载也是一个临时性挂载 是吧 而且我们的所有操作 都是经经过脚本 加上计划任务来实现的 对不对 不会手动来实现 没有吗 各位 包括每天备份 我们所产生的目录 也应该是 以每天的日期作为文件夹 来备份数据 是不是 另外呢 数据库备份的量比较大 备份的这个保存的分数 比较多的情况下 你是不是考虑删除 可以经过我们在前面 讲到的事要脚本当中 利用awk 这种方式 然后去或者说 用fine的方式去找到 是吧 进行删除 那这个 楼梯线快照 这种方式备份呢 有它的优点 但有它的缺点 缺点就是呢 对我们来讲可能过于麻烦 是吧 在操作性上 难度上可能高一点 你需要去 先可能甚至要做一些迁移 你甚至需要掌握 系统管理员的权限 才可以做这些事情 所以有时候做不到 那怎么办 那我们使用 另外一款 有Pocala的 它提供的这样一个备份工具 是吧 它备份的时候 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是非常方便的 完全备份 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 用名 密码 连库 然后就可以备份下来吧 但是注意 千万注意 它怎么知道数据在哪 它你看它备份的时候 我们没有告诉它 数据库在哪个地方吧 我们在恢复的时候 是不是也没有告诉它 数据在哪 它完全取决于什么 它去读 数据库配置文件当中的 DataDR 所以在数据库配置文件当中 无论是DataDR 还是什么 还是这个叫 BaseDR 这些东西 这些个参数 都应该是正确设置的 对不对 但如果没有的话 在早期的版本当中 你抓完以后 它就没有设置这个 它就没有在配置文件中体现 它只是在它的程序当中体现 那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的这个就做不到 所以大家务必要先怎么做 要确定一下这件事情 好吧 大家回顾一下 使用XR Backup 备份的时候 用到的是InnoDB Backup 是吧 EX这个工具 那名字叫InnoDB 那么可见它是对什么 纯组引擎机备份的 InnoDB 而不是传统的MySum 但是现在听好了 MySum基本上已经淘汰了 那里面吗 现在就只有InnoDB 所以我们也不在乎 这个使用什么 这个InnoDB Backup 去备份 然后备份的过程当中 除了完备以外 还有这个增量 增量说白了 就是基于什么 就是基于上一次 每次备份的时候 基于上次Increment 基于上次的备份 而差异备份呢 都是基于那个什么 完全备份 第一次备份 那么回那个恢复的时候 要先做什么 如果就是一个完备 就是用一个Uplight Log 是不是就可以了 回滚之质 然后呢 如果说是增量的话 怎么办呢 依次 依次去 去做那个完备 第一个增量 第二个增量 第三个增量 最后一个增量的 这个日质 回滚 是吧 好 最后呢 这个差异也是一样 差异呢 有点区别 就是只需要做两次 一个是完备 一个是某一次 差异的备份 能听懂吗 各位 好 那大家注意 这两个备份方案 都是你可选的 而且也是官方 非常建议的方案 也是官方 非常建议的 听明白了吗 好 那如果我们现在 如果数据库不大 想做这种逻辑 备份呢 这个是比较建议的 大家也看到一个现象 我在备份的时候 好像是后面都写了一个binlog 看到吗 是不是写了一个binlog 这边是不是也 也应该写一个 加一个binlog 为什么要加binlog呢 因为我们很清楚 任何的这种备份 它只是 干嘛 你的 你的 它的备份点 只是在备份 那个位置 恢复也只能恢复到 那个位置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都是在 每天晚上凌晨2点 中做的 那一旦什么 一旦这个数据库 比如在今天早上的 8点中损坏 我们不管什么原因损坏了 人为的还是误删除 还是机械的损坏 那这个时候 你恢复的时候 你是不是手上 你只有昨天晚上8点的备份 当然前提是 各位 如果你开了binlog 二进日质 log b 是吧 开了这个日质的话 那么它是不是会记录下来 那么你要注意 你恢复到那个点以后 你恢复到 比如说 无论是我们的什么 无论是 所以这个地方是两点钟 是吧 这个两点钟 我不管它到底走的是什么 是 物理 还是什么 逻辑 这个都不重要 好吧 我不关注 关注它走的 还是物理 还是逻辑 那么数据库 如果在今天早上 几点 刚刚说了 在今天早上 次日的这个 早上的8点钟 如果崩溃 是吧 数据库在这个点的时候 如果坏掉的话 那么你怎么恢复 你是不是只能恢复到 两点钟那一刻 那么这当中的数据 是我们能不能让它损失掉呢 这个是不应该的 对不对 特别是这段时间 可能用户又注册了一些信息 又改了自己的密码 是吧 这些肯定不能丢失 那怎么办呢 这段时间 我们有什么日志 有 BNOG日志 是不是在 是我们的BNOG 二斤日志 好 所以BNOG可以帮助你去 恢复什么 恢复从这个位置到什么 这个位置的 这一段当中的损坏 当然 这些BNOG 你也要随时被碰的 对不对 好 另外呢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各位 你如果说数据库崩溃以后 你找了一个新环境 或者你重装了一下 你手上有这个逻辑备份的 或物理备份的数据 你还有BNOG日志的数据 是吧 好 那现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第一步先干嘛 如果是你恢复的话 第一步恢复到哪个地方 我不管它逻辑还是物理 恢复到什么 是不是两点 那么两点 那么恢复到两点以后 这个还不行 紧接着还要干嘛 还要通过我们的BNOG 去恢复到 接近的损坏的点 是吧 那我问一个问题来了 从哪个BNOG回复呢 是不是 你要面对一个问题 你手上是不是可能有好多BNOG呀 对这地方是不是要考虑 第一 从哪一个什么BNOG 那比如说 第二咯 还有一个是什么 它的位置 也就是position 那个位置是哪个地方 对不对 还记得吗各位 你肯定是从你备份的那一刻的 那个之后的BNOG 和那个position 开始恢复吧 能听到吗各位 你不能 这个BNOG可能有 还有哪段BNOG 你是不是还有 还有两点之前的 两点之前是不是也有BNOG 可能这个BNOG呢 叫名字叫什么 叫BNOG 我们简写一下 BNOG01 到BNOG04 好吧 这个BNOG是从几开始呢 可能015 但也有可能还是0几 也有可能还是04 然后后面呢 可能已经是到了 已经可能到了06了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 对吧各位 那现在你要恢复的时候 你告诉我 你能够直接把04 直接恢复到06吗 能吗 不能 那样的话是不是就重复了 因为这个 这个04 在两点 两点这个基准点 我们其实已经确定了 两点这个基准点 那么是不是只恢复 两点钟之后的 表示这个04 是哪个位置呢 它的position是 at 多少 230 假如说230这个位置 好 那你是不是就应该从 230开始恢复啊 所以你一定要确定 你当时备份的时候 是哪一个BNOG 以及什么 哪一个position 否则你的数据恢复 就重复了 没有吗 因为我们肯定是恢复 两点钟以后的BNOG 而不是前面内容 对吧 你怎么知道两点钟以后 是哪一段 你得从你的备份 文件当中看一下 什么 这东西 其实我们也随时可以看到 各位看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叫 show master status 是不是看到 我们当前的BNOG 是01啊 它的position是多少 是154啊 那如果随着我们的什么 你看 这个东西会变吧 这个 什么情况会变 比方说 my cycle 重启一下 是不是会变 不是会变 是会截断一个 然后你再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已经截断了 同样 你在这里面创建一个 database base 比如叫 score库 是吧 那你再来看 它是不是就变了 是不是 那如果说你备份的时候 是从这开始的 那你以后恢复的时候 是不是就恢复02 319以后就可以了 好 这个事情要搞清楚 就是你从哪开始 这个两点 只是你的一个基准点 知道吗 只是一个基准点 然后两点以后 要干嘛 我们先恢复到两点 这是首要任务 但是两点呢 完了以后 我们还要看两点以后的BNOG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你当时在备份的时候 是截止到哪个BNOG 以及哪个什么 哪个position 哪个位置 能懂吗 各位 是原则问题 这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吧 能懂吗 各位 所以我们当时在备份的时候 你看 楼梯圈快照备份的时候 我让大家做了什么事情 你看我们的脚本当中 我们的脚本当中 脚本没有写是吧 我们在上面写了 你看 是不是 创建快照 完了以后干嘛 是不是显示一下那个 秀一下 master status 然后到哪去 到一个文件里面去 这样的话可以怎么做 可以把 当时你看 我们 因为这个时候 是不是还没有释放锁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show master status 直接到哪去 直接到我们的这个 一个文件里面去 看到吗 到一个文件里面去 到文件里面去以后 我们是不是又知道了 这个position的位置 懂了吗 所以脚本当中 是不是有必要再来 来一句这个呀 或者怎么着 是不是 好 你看看怎么做 这是我们要记录下来 否则的话 你可能恢复重复 所以blog这种东西呢 是无处不在 包括我们现在讲到的什么 讲到的这个 mySQL的这个 逻辑备份 一样了 它也只是 备份到某一个什么 某一个点 然后之后的事情 还要靠blog 有同学说 告诉我说老师 我的blog完全没有开 怎么办 那就麻烦了 是不是 好 那这里再顺便问一个问题 各位 如果我没有逻辑备份 我只有blog 可不可以恢复 怎么恢复 如果说你没有物理备份 也没有逻辑备份 你手上只有blog 那但愿你blog是全的 而且从来没有什么 删除过任何一点点blog 没有吗 那你可以从什么 从世界的尽头开始 开始 然后直接达到世界的尽头 你可以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 是不是 那如果我问一个问题 如果前面已经删了呢 删了两个三个呢 这么告诉我 我考你们一下 我现在手上是没有这个 物理备份 逻辑备份 我手上 也没有这一段 我只有两点钟以后的备份blog 那你告诉我是你的话 你可以恢复吗 或者说有 或者说有 甚至有这一段 但是没有前面的那一段了 那你可以恢复吗 不可以 为什么 就跟你现在 你现在之所以在这上学 是因为你有从出生到走过的一段路程 如果把你出生的那段路程给你截掉了 你是不可能有现在这个东西的 没法恢复的 看到吗 你一定不能恢复 因为你没有前面 你想 为什么这么讲呢 你看 我在两点之后 我可能下某一个数据 某一个表里面 是不是插了一条记录 这是不是得仰赖于 依赖于前面我建立过这个表 那么至于前面建表的那些语句都没有了 那你怎么可能插数据呢 你往哪插呢 能听懂吗 各位 一切就是你之所以今天能坐在照片里面听课 原因是你从出生 然后到长大这个过程 你连前面出生都没有了 你怎么可能坐在这儿听课呢 对不对 同样我刚刚讲过 你要是我们在两点之后 或者在这一段有很多插入的语句 是吧 但是是不是前提是依赖于 我在N天前有一个建表的一个动作 那如果在以前的建表的动作都没有什么 都没有了 而这个表也不存在 这个表也被删除了 那你只是想插入 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便吗 所以如果纯粹想靠be not的恢复 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除非什么 你真的保留了什么 从你出生到你现在所有的记录 好 你可以重新演练一遍 别吧 没有吗 你看今天你不小心 一下从楼梯摔下去了摔死了 是吧 那怎么办呢 我们重新恢复一下是吗 恢复怎么恢复 第一 如果说你有幼儿园 初中高中的备份 好 那可以直接先恢复到什么 幼儿园 初中高中 然后从 比方说恢复到高中 然后从高中再走过这几年 走到这楼梯的时候 小心点是不是就可以了 但如果说你现在没有 幼儿园 初中高中的备份 也就是没有这个基点备份 是吧 那你只能怎么办 从出生开始恢复 假如说把你出生的那段 Bnog已经给你干掉了 怎么办 那你没法恢复 没有吗 能听懂吗 各位 因为你没有表哪来的插入语句 所以Bnog恢复这种情况 是指限于什么 完全恢复 是不是 好 我们假如说 有一张表 创建过 最后呢 又删了 然后又创建过 又删了 又创建过 又删了 那你知道 如果是Bnog恢复 是怎么恢复的吗 那也要重新把这段 痛苦的历程 在什么 走一遍 创建过 删了 创建过 删了 创建过 删了 删了吗 那如果说你有一个初中高中的备份点呢 直接先给我干到那个点上去 然后不用再 是不是经历以前的历程 然后从那个点开始 是不是恢复就可以 好 我讲了讲去 就是告诉你 Bnog它不是专门做恢复的 但是呢 它能够让你的恢复 离你的崩溃点 跟你什么 接近一步 能够让你的损失降到最低 没有吗 它本身不是干恢复的事的 所以你不要太靠它了 你一定还要走你的逻辑 或者是什么 物理备份 然后呢 在那个基础之上 比如说在 头一天晚上的两点 到今天的什么 八点之一 这一段 那么你肯定是先要恢复到八点 而不是两点 然后再恢复什么 从两点的那个地方开始 恢复到八点 那么两点的那个地方是哪个地方呢 我一直告诉你是哪个地方 就是你备份的时候的 那个时候 那个 那个 BNOG和 Postation 没有吗 各位 你要是连这个点都搞不清楚 就相当于 你首先 你今天走那个楼梯一下 摔下去摔死了 是吧 要恢复 恢复像什么 先恢复到高中 没有吗 那恢复高中 然后 你是不是在 你恢复到高中 然后你再通过BNOG 把从高中到现在的历程 再走一遍 那你能不能够先恢复到高中 然后你再通过BNOG 把你初中的历程走一遍 那个不合适的吧 东西懂吗 各位 好 所以一定要找准位置 好 这就是BNOG的作用 我们稍后也会详细的 那个大家去看一下 怎样去通过BNOG 来达到一个增量恢复的目的 好吧 感谢观看